中山医学大学创办人周汝川博士 本着人心气势的胸怀 即提供医科学生实习教学场地 1966年创办本院成为医学院的附属医院 创院以来 顶持创办人医人医病医心的宗旨 智力发展具有特色的全人关怀补物 最新的医疗设备 建构以病人为中心的智慧医疗大楼 在全体同仁努力下 成为医疗科别发展各具特色的医学中心 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 经教育部及卫补部 评建为教学医院优等 于台湾中部建构三个院区 分为大庆院区 以癌症防治及各治疗中心为主 文心院区 口腔医学中心 及中心分院 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医学中心 在2015年投入达文西机械手臂 微创手术系统领域 涵盖一般外科 避尿科 妇产科 耳鼻喉科 大肠直肠外科 心脏外科 及胸腔外科等专科 整个外科团队 先前已经完成超过500例以上 一般外科为主病患 这个达文西微创中心 成立的目的 主要是在让这个所谓的 微创手术呢 更进阶化 那尤其这个达文西手术呢 应用在这所谓的 肝脏 胰脏 还有所谓的消化道手术 那更可以发挥淋漓尽致 尤其在这胰脏的这个 胰癌的这个治疗上面 那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力气 尤其在胰头癌的一个手术上面 那在很多深部的一些吻合 我想达文西的手术呢 在吻合上面可以做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完美的一个呈现 医学中心 为整合各外科专科 达文西微创手术专家 于2015年7月 正式成立达文西微创手术中心 引进更新一代达文西 微创机器手臂系统 此以此提供民众更优质的 医疗服务 那中心自104年7月1号成立 至今呢 我们发展了这个全台 甚至全世界 少数几个医学中心所进行的 所谓的单孔性的一个手术 尤其在台湾 我想单孔性的手术 在我们中山医大 可以说是唯一在执行的一个 最初的一个所谓的发展的一个基地 那我们提供在像单孔的这个 112长切除手术 那目前在整个台湾 甚至整个这个全球上面 我想是全球唯一的 那它所带来的好处 单孔化的一个手术 第一个伤口变小了 那另外一个呢 疼痛度也变小 那另外一个手术时间 那相对来讲 不会比这个多孔 或者是所谓的传统的时间 要来得更长 相对来讲反而是更短 那病人呢 疼痛度下降 恢复的时间呢 相对来讲 比这个开放性的一个大刀口的手术 甚至其他的多孔性的一个创伤的手术呢 来得更短了一些 除了这个胰胀的一个手术治疗上面 包括上下滑道胃的一个手术 胃癌的一个治疗 胃肿瘤的这个切除 肝脏手术的切除 甚至胆道手术的一个切除 我们现在全面采用所谓的 单孔微创性的一个手术 相对来讲 对整体医院来讲 对整个目前的健保制度来讲 住院天数变少 对整个国家也是好的一件事情 为整合达文西手术 术前评估 与病情说明 以及术后的追踪 医学中心 以提高达文西手术治疗品质 并发展医院重点特色医疗为宗旨 和于达文西微创手术中心设立后 规划达文西微创手术之独立空间 以病人为中心 规划专属门诊区 检查区 及病房 以便于同一诊区进行检查 病情解释 及术后追踪 也希望提供病人一个整合性的诊疗环境 方便和加速疾病诊治流程 减少病人等待各部门回诊的焦虑 和时间耗费 那我们结合整个医院的 整体的医学中心的一个资源 来服务这个病患 也服务这一群的所有的患者 我们结合哪些团队呢 有内科的肠胃科医师的团队 那外科我们的这个大分系微创中心 及一般外科的所有医师 及护理人员 以及护理师的一个团队 还有营养卫教师 甚至所谓的癌灯的 这些所有的这个朋友 来协助这些病患 另外呢 还有所谓的放射肿瘤科 提供放射性的一个 接入性的一个治疗 那以其达到一个 更好的一个治疗成果 那当然我们也结合 因为很多的朋友呢 他本身有心理上的一些 所谓的失眠 因为对这个疾病的 这个长期的一个焦虑跟忧虑 那我们也结合了 这个所谓的身心科的 这个专业医师呢 来做一个协助 那当然有些病患朋友 也会问到 那可不可以服用中药的问题 我们交给专业的 所谓的本院的这个 中医科的这些医师朋友 来做一个辅助 我们期待一个 团队性的一个治疗 带来整个病人呢 比起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生存期 更低的一个死亡线 这是我们所在中心整的一个治疗 所希望带给病患朋友 最大的一个成立的一个目的 这几年移障癌在用药方面 已有相当前驻的进步 但跟其他癌症相比 它仍然是竟然早期发现 且二性度极高的一个疾病 因此当您罹患此疾病 且在住院期间 我们会主动关怀 并协助您了解我们的治疗方针 但您非常明确了解 我们的治疗方向是什么 那至于住院期间 我们会为您提供 术前术后的慰教 乃至在您出院之后 我们也会以电话关怀的方式 询问您在家中饮食 伤口护理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让您在家中不至于感到 彷徨焦虑不安 那我们也会定期举办一些病友会 让病友做一些相互之间的交流 让他们更有信心面对疾病 在您住院期间 我们将会协助主治医师 执行临床照顾工作及辅助医疗行为 协助安排及联络检查 并追踪报告 将异常状况通知主治医师 并做紧急处理 随同主治医师查房及巡视病人 了解您各方面的需求 提供个别性的护理卫教 医学指导 病情说明 让您在病情稳定之后 能更有信心且安心的出院 有别于过去以往片段式的护理 我们癌症各管师提供的是一个持续性的照护 了解病友需求 寻求各项资源 那不仅我们可以提供疾病的卫教 那以及咨询 还有后续追踪 那事实的需要 再转介给营养师 心理师 社工师等医疗相关人员 协同其他科别 一起共同照护病友 在病友治疗的过程中 我们不仅是一个可以咨询的对象 更是就一过程中 像一个朋友般的陪伴 一个安心的角色 我们秉持着爱与关怀 我们向社会发出 我们重视这个健康议题 我们重视这群朋友的健康 在中山复役这边 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我们将很复杂 很困难的一个疾病的病友 集中在一起 胰臟癌的病友 同时我们成立了 宜兰自得胰臟的一个病友会 我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交流平台 并且相互关怀与支持 整合社会的福利资讯 来保障病友的权益 每年三场的一个病友会 我们将最新的治疗概念 带给全民 也期待您一起加入我们 中心除了致力于专业照护发展之外 更持续关怀病友 同时也组织台湾 胰臟手术病友会 宜然自得 提供医疗咨询 及全方位整合服务 整合社会福利资讯 保障病友权益 并且举办医学 及生活讲座等等 提供病友健康促进资讯 透过病友交流平台 彼此关怀 支持与陪伴 此外 中心也不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 将最新的治疗及手术概念 带给更多的医师与民众了解 根据今年的国健级公布的 移障癌的发生率 男生是第13位 女性也是第13位 但是死亡率 比较有点差异性 男性是位居第8位 女性是位居第5位 我想疑障癌的治疗方式 从报道媒体网络都可以看到 疑障癌的治疗方式 第一个不外乎还是以手术治疗 但是很可惜的是 手术治疗占所有疑障癌的患者 大概趋近于大概20%左右 但实际上大部分的患者 超过4层左右到5层以上 左右的患者 都是接受所谓的化学药物治疗 少部分的人接受所谓的放射性治疗 或是其他的一些方法的治疗 但是我们可以从国建局通过的治疗 大概占了17%左右的病患朋友 是没有接受治疗的 意思是说这类型的病患朋友 有采取其他的保守疗法 或者民间的民属疗法 但是我们现在目前 很多疑障癌的患者都太晚了 甚至有一些不可切除 我们现在有所谓的二线的药物治疗 二线的药物治疗 来自于台湾的所谓的 自行生计 这个我们台湾算是 是我们台湾的MIT之光 这个所谓的安能德这个药物 Onavite 那它是一个微子体的 这个Urelitifin 那目前我们在整个国内 从北到南 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医学中心 也在运行这个药物 但是我们中山医大呢 有很多的一个 疑上来的这些病患 都从其他地方到我们中山医大 这边做一个所谓的 药物性的一个治疗 也获得在初步上 在这半年内呢 获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果 那安能德药物呢 为什么现在 会列为 这所谓的二线的一个 所谓的标准治疗 但不在乎 在所谓的近 这个一两年内 在这个国际的很多的一些报导里面呢 可以看到 它一年的这个整体冲活期 这个从Napoli One的这个Clinical trial里面 第三期这个临床试验 对末期的这个疑上来的患者 一期的这个整个冲活期呢 增加26% 那整体的降低的死亡风险呢 有多高呢 也达到33%之多 相对来讲比其他的这个药物呢 一线的药物 来讲啊 明显的提升 军签 明显的地步 在这两个头谷王里 请期待 请不吝点赞